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每人交官宣启动 赵乐斯最新古装写真 纯某浅笑 美若天仙 随着三月份的带来 很多电视剧都纷纷官宣启动 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其中热度较高的作品有掌心 从上措施美人交长安的荔枝张居正案和状等等 截至目前掌心和美人交这部古装作品的演员阵容 已经基本敲定 即将迎来开机仪式 对于掌心的演员阵容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该剧已经集齐了流失失 断销这两位实力派演员 肯定会带给观众愉悦的周剧体验 至于美人交这部作品 更是独具会演 网状该剧已经邀请到了赵瑞斯 吴美这两位高人气演员 美人交官宣启动 赵瑞斯 吴美被报领衔 碧文俊惊喜加盟 美人交这部作品 主要讲述的是并美人审 浮雪和未婚夫 露贤以及大理寺少清 若时寒之间 复杂的情感故事 从剧情设置来看 美人交这部作品极其乐 先婚后爱 宅斗元素 清喜剧元素 非常符合当下观众 对于古老剧的审美需求 从角色人设来看 男女主更是反差感拉满 很容易带给观众愉悦的CP体验 在剧中 男主陆时寒是一个外冷内热 狠骂果断 致影双全 心机深沉的全程形象 也是一个深情款款 重情重义 负黑傲娇的纯情少年形象 而女主沈浮雪 表面上是一个体弱多病 娇羞内脸 温暖端庄的贵女形象 实际上却是一个半猪吃虎 古灵精怪 英姿萨爽的嫡女形象 如此有趣且强大的男女主人设 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强大的魅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震撼人心的高光时刻 从演员这人来看 美人焦剧方更是强大给力 网状该剧剧方已经邀请到了赵乐斯 吴美这两位高人气演员 众所周知 吴美和赵乐斯已经凭借着各自经验多病的 古装扮相和细腻争执的演技 碧文俊虽是爱豆出身 但古装扮相惊艳 演技可圈可点 成功凭借着《九霄寒夜两墨白》这两部作品 鸡身古装热门小生的行业 吴美赵乐斯主演的《星汉灿乱》讲了什么 《星汉灿乱》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星汉灿乱》 《星汉治灾》 《严肺正祥指导》 吴美赵乐斯领衔主演 讲述了背负承重绅士的少年将军林布宜 与父母长期征战在外的留守少女成少商的故事 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 深入的人物刻画以及真实而感人的家国情怀 剧中 战争场面不再是简单的枪林弹雨和血腥杀戮 而是真实地还原了人们在战争中的恐惧 挣扎与不屈 更为难得的是 电视剧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战争本身 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 在爱情戏和家庭性的处理上也堪称一绝 爱情不再是简单的甜蜜与广血 而是真实地展现了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的情感变化与成长 家庭性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家庭在战争时期的扭带作用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与牺牲 02 赵乐斯最新古装写真 垂眸浅笑 美若天心 阅读此文前 承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 方便以后持续为您吞送此类文章 同时也便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坚持报道的动力 在娱乐圈中 赵乐斯以其清新脱俗的形象和扎实的演技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近日 他的一组古装写真曝光 瞬间引发了网友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这组照片不仅展示了赵乐斯温婉明媚的古装气质 更凸显了她大方得体的风采 令人印象深刻 照片中 赵乐斯身着精致的古装 垂眸浅笑之间 竟显东方女性的柔美与典雅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郁 仿佛在叙述着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故事 清明的衣摆 随风轻舞 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飘逸 而她那如天龙般戏长的颈部 更是在镜头前显得格外吸引人 完美地展示了古装美帝独特魅力 这组写真的曝光 不仅让人们再次见识到了赵乐斯在古装半向上的高度驾驭能力 也让她的气质和美貌再次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作为现代娱乐圈中的优秀年轻演员 赵乐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无论是在荧幕上的精彩演绎 还是在生活中的点滴展现 她都以最真实 最自然的面貌 呈现给了大家 此外 赵乐斯的这组古装写真也体现了摄影师 对古典美学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通过光影的巧妙运用和画面的精心购思 摄影师成功捕捉到了赵乐斯独有的古装气质和内在美 使得整组写真既有视觉上的冲击力 也有情感上的传达 这种艺术化的表现 不仅让人赏心悦怒 更激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的新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这组写真的广泛传播 赵乐斯的古装形象也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热点 许多粉丝和网友都表示 赵乐斯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美地享受 在艺术表达和文化传承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深度 她的这次古装写真 无疑为她的演艺生涯增添了能莫重彩的一笔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她在未来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刚化仙女想把我吃了 就你这条仙女斗路过本大爷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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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